吃的一种蔬菜 紫菜不是 大家最常吃的 马铃薯不是 海带不是 在草原上长的这种植物 然后大家还经常吃 但是我们这边就它野生的什么 野生的什么 野菜 黄花就是 就是把黄花这一带上菜 但是不是 金针花 不是 金针花不是 大家考虑大家 经常大家吹肺脑子 是不是 那小赵呀 还是来说答案吧 大家吃韭菜知道 吃韭菜 这是不是大家常吃的呀 那海拉尔翻译成汉语 就是野韭菜的意思 哈利亚尔的一个音译 哈利亚尔 这是 那翻译成汉语 就是野韭菜的意思 叫白了就叫做海拉尔了 那大家住的地方 就属于河西区了 繁华的商业街 那河东区 就是政府机关的所在单位 但是现在新政府要搬迁了 搬迁在哪 大家往我们右手的正前方看 右面的正前方 那那个比较高的楼 那个形状 就是海拉尔的一个 呼伦贝尔地级市的新政府 就要搬迁到这里了 这是呼伦贝尔这个地级市的市政府 现在搬迁到这 那老政府还有一些个人 在那办公 因为有些个临时的东西啊 不方便上这边起来 坐车呀 坐过来的话 有15分钟到20多分钟才能过来 所以说不方便 在老政府还有他的一些个 办公单位啊 是这样的 那刚刚小赵呀 还给大家说了 这个海拉尔的这个三个区 河东河西和这个新城区啊 新区 那新区啊 就是交通不是方便 必须有车的人来回啊 在这住比较好一些 这是这样的 海拉尔啊 城市的这个人口啊 海拉尔区的城市人口 有27万人口啊 这个区的人口 比各个小县级市的人口啊 相对来说都要多一些 那过了这个政府 大家看这个政府这个形状啊 在天上看的话 是一个王字形的啊 王字形的 那大家现在行驶的 都是于欧恩克境内自治旗啊 他的这个旗政府所在地呢 叫做巴烟托海镇 他的一个小镇 其政府就做了这个巴烟托海镇 那大家右手方看到的 这个黑色的建筑 就是欧恩克博物馆 因为咱们出发的时间稍微啊 因为上午的时间就是这样 都在路上第一个景点 那看看过小赵过去啊 他的还估计还没有营业 大家在周边转一下 咱们在这等待他的十分钟左右啊 就差不多了啊 8点28点半左右 他就要过来人了 那咱们再等一下 他的这个开业的时间 那进入这个展厅里面之后 小赵会带着大家一起参观里面啊 有不懂的咱们一起探讨和解说 那大家 好 好 嗯 感谢观看